哎,炒房报复的时代,终于要正式落幕了吗?1月17日,星期一回顾上周的深圳楼市,中国曾经的炒房第一神盘,深圳华润城,炒房神话彻底坠落。 8年前,深圳华润城,开盘价4.7万每平米,2020年,华润城开盘价13.1万每平米,2021年,据说华润城二手房最高18万每平米,可是1月13日,深圳最强网红盘华润城,打新盛况不在,启动全民营销卖一套奖励5000元,接下来曾经在高位买入。 或者接盘深圳华润城的业主们,不少都是炒房者,未来怎么办?如果不继续在最高点,继续上涨多少的百分点,恐怕真的要亏死了吧? 可是,房住不少,稳自当头,房地产忍着陆,迈入良性循环,这是大势所趋,在深圳全民炒房的时代,已经一须不返深圳华润城,房价到达历史最高点之后,也许需要好多年, 甚至十几年来慢慢消化。毫无疑问,如果真的买华润城来自住,自住十几年以上,也确实没啥,但是,如果是在最高点,追高来炒房的华润城炒房者,恐怕就真的要毁形肠子了吧。 有了华润城的惨痛教训,一朝被设要十年怕惊声,马光源所说,炒房者炒房团真的要推出历史舞台了,这一次,是动真格的。 大部分购房者还没做好准备,便需突然来袭,高层频繁发声,发改为震撼喊话,央行加快加大放水,大部分人之所以错过买房,只相信看到的而缺少可以预见的。 曾经在前期文章中预判楼市,2345县城市年后,大概率出台大使度推动政策,最佳购房窗口即将打开,做好上车准备,深圳楼市最佳购房窗口可能已过。 但2022年依然是价稳量升,稳中有进,2023是有机会的。 进行密切关注深圳楼市的朋友会有感觉,近一个月损盘频率明显降低,降价的加速进场化解了一部分损盘,黄大先有料,给你最独到的信息,跟着我你会知道更多。 如果还没订阅,请点击右下角订阅,下面我们回到正题。 随着1月份过半,2022真的已经来,人们都说新年新奇象,而今年一开年,房地产市场就给大家一个大礼,那就是中国贵到离谱的房价,终于迎来了降价趋势。 而之前在网络上,引起不小争议的房产税,也会在今年正式落地失失,有了房产的加持。 再加上中国现在,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,房价在今年必然会以来,大规模下降的趋势,其实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房产税,其实已经预了了不短的时间了。 而不少现在很多买不起房的人,也在期待着房产税的尽快落地,毕竟只有房产税正式开始实施,才能最大限度的增加,炒房团的十房成本,只有让炒房团,在炒房仪式上无法获得利润,甚至亏本,才能逼着他们把收上的房子低价放出。 真正的做到把房价压低,尽量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房子,但这项政策想要真正的落地,还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很多人还以为从政策完善,到落地试点上还需要不少的时间,但就在去年的5月,中国的财政部联合几大部门,一起召开了有关房产税的有关会议,正式开始讨论有关房产税的,实时和试点问题。 其实在中国,房产税的落地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而房产税落地后的好处,也是肉眼可见的,因此很多的专家都认为,房产税越早落地越好。 而现在以此房产税在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市型情况,退行到二线、三线城市,也并不是问题,当试点的范围不断的扩大。 那么推广至全国只是时间问题,但是一个政策,想要真正的我落实下来,还需要不断的磨合和完善。 因为只有一个成熟的政策,才能真正的让人民谋到福祉。 当然,只要房产税能够正式落地,那么手握多套房的炒房团们,就会面临不小的挑战。 只要不断的增加炒房团的十房成本,让他们的利润空间被极大的缩减,甚至出现亏本的情况。 那么炒房团的采访热情,自然也就会退去房地产市场的价格,自然也会慢慢地降低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。 而中国政府,现在的种种动向都表明,距离房产税的全国事情,已经不远了。 虽然房产税,在网络上的讨论声很大,但其实中归是支持的人占大多数。 毕竟房产税的实施,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,并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。 反而能帮助国家,会好的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,房价关乎民生。 不管全富,中国人总之是希望买房的,因此房价的高低,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,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。 但少数反对的人,就是手上顿了不少房子,以待涨价。 导手卖出的采访团,虽然中国明确表示过,住房不能炒,但炒房团仍然因为利益的诱惑。 不愿放过住房,因此房产税的实施,就能极大的打消这些人的炒饭热情,让住房市场重归平静。 这两年来,其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,很多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的涌向,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。 而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城市,就有很多的房子被空置了下来。 这就形成了,需要房子的人买不到房,或者买不起房,但有人买了房却有不住。 这样的现状放在任意行业,都会造成行业畸形,也会让行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。 但房地产行情又是,和民生息息相关的,因此国家就一定要,对此进行整治和调控。 这也是这两年中国对房产市场,频频出手的主要原因。 而现在房产税的初步政策也显示,房产税的征收,会首先去掉人均面积,再进行征收。 而目前定下的标准是40平米每人。 也就说,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,购买120平米左右的房子,是完全不需要交税的。 但是若是名下拥有多套房产,那么就要按照房产式的政策,来对名下的其余房产,进行房产式的征收。 这就意味着,名下的房产数量越多,那么就要缴纳更多的税收,这样就会大幅度的增加炒房团的成本。 这样一来,再加上现在的房价,也在不断的下降,这就会让炒房团的人面临亏本。 这也会进一步的逼着,他们手中的房子拿出来进行售卖,甚至低价抛售,也不能让房子卖不出去。 结语,这样一来,炒房团也会因为无力可图,而退出房地产市场,让房价不断的降低到正常水准。 这对于每一个渴望买房的人来说,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 与此同时,这样也能进一步平稳中国的经济发展,保障我们的民生,不知道你都有什么看法。 欢迎留言区一起探讨你的观点,期待你的精彩留言,这期讲到这,想了解更多右下角点订阅。